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穷定 KK295的技能补充剂 这种药剂能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问题 公司负责人表示这种补充剂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 不过任何一种药物投放市场肯定要经过临床检验 为了加快进度 公司花钱请了3万名志愿者 你可能觉得奇怪 志愿者这不是应该免费的吗 不过有些时候不花钱很难请人来到 本来一切双利 没想到两个月时间过去后 原本的3万名志愿者有29999名都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不是吐血就是快挂了 公司负责人也被弄得有点焦头烂尔 所以这边的教授 让男主客将唯一名还不知道现状的女郎安吉拉给带回来 或许能够从他那里找到点希望 现在公司这边也只能以强大的背景将这件事情先压下来 但随着出现负责人的人越来越多 如果找不到办法 那么公司肯定也要聚聚了 为了保证能够找到女主 男主和同伴去他的家里寻找 而另外一伙人去女主的哥哥那里动手 另外一遍 女主的前男友刚从金玉被保释出来 他的前男友竟然是一名警察 因为误杀人被抓了起来 现在总算出来了 当然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主角 我也不想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只想知道这种药物会引发什么后果 公司的负责人在教授的带领下来到了实验室 光看了首批注射补充劲 还活着的大汉 从他身上奇怪的血管 傻子都能分辨出不对劲 果然做时还是外国人比较强汉 在教授向老板解释的时候 这名昏迷的大汉却突然抽搐 不知道为啥还停电了 看来是难度不够还要增加难度啊 真的是相当牛逼 这么烧气的套路也没谁了 不过那名抱起的大汉显然不对劲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注射补充劲出现了异变 最后他变成了嗜血如命 且毫无人心的上市 对着男主还有老板那就是钢 俗话说钢一钢更健康 最后这边那名科院人员被咬死了 也变成了上市 男主还被咬伤了 至于公司的老板也是做事 想要逃走 最后反而将自己和病的人关在一起 现在两个男人在一起 那真的是非一般的体验 与此同时 外界曾经参与过药物实验的人员 也相继发生了变异 不少人都变成了疯子一般开始咬人 当然外界的警察和民众一类的肯定不知道 所以不少人都被感染了 最先发现异常的 除了男主所在的实验室 就是女主的哥哥了 他是一名水上警察 往来愉快的巡逻回来 就看到自己的上级 不要命的冲了过来 开着潜艇逃走了 当他和同事回去的时候 这里面真的是一片狼藉 墙壁上都是血迹 更是从对讲机中听到 让他们马上逃离的声音 显然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当实验室的电力恢复后 只剩下男主和被压在铁柜下的教授 也从教授的口中知道了 他们的研究失败了 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制造了一种可怕的存在 那就是上师 原本提升激烈的药剂 以防让他们变得更加有活力 甚至还拥有了跑酷的能力 而男主被咬伤之后 有潜伏气 不需要多久也会变成上师 教授说别怕 我这里有血迹 可惜数量不多了 大概还能让男主维持18个小时左右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女主暗急了 或许还能找到名义的办法 他也有可能逃过一劫 如果说最初找到女主是任务 那么现在是不得不这样做了 最坑的就是教授 刚出门就被已经下破党的男主给干掉了 我也已经无数次 看到这部点强行增加难度了 男主从公司内部 他们的这一段也有点精彩 你一个正常人 可能跑酷的上师比还是弱了点 好在最后还是逃走了 新闻报道中也在相继报道这件事情 一开始他们只是觉得 是那家公司出现了医疗类的事故 没想到现在大街上的人都变得可怕异常 主持人都被吓跑了 但男主赶往女主的家里 此时的女主和自己的闺蜜刚刚离开 因为自己的哥哥发现了不最近 联系他们 让两个人前往指定的地点汇合 那边有直升飞机 他们可以离开这里 所以男主扑了个空 但男主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杀手 所以侦查手段 牛逼的不行 很快的就找到了女主的他忙 开车一路狂追 但现在马路上的车子太多了 但女主就是女主 直接从旁边操劲道离开 同样在后面追的男主 被上司坑的眼泪都要哭出来了 那真的是从头追到尾 而女主也因为车子怕毛 最后在那个小木屋停下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这的前男友 这里除了他们又来了两名男女 现在已经有六个人了 他们都知道 现在外界有可怕的上市 最后连男主也来了 现在这里有七个人 但外面的上市数量可多的下人 所以他们必须联手起来 原本女主是准备等待这的哥哥 然后抵达指定的地点 坐上直升飞机离开这里 但现在却被困在这里了 不过他并没有隐瞒直升飞机 可以离开这里的事实 不过飞机最多只能坐四个人左右 而这边的人数显然太多了 看到这里我就知道 接下来又相爱相杀了 至于女主的哥哥 本来和同伴一起逃离 可惜同伴被咬伤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的生死 我不是很关心 原本女主他们准备联手离开这里 先将她的车子修好 然后开两辆车离开 不过女主的闺蜜 被另外两名男女怂恿 觉得女主也是参与者 最后肯定会变成善事 放在身边那真的是一个定时炸弹 所以他们三个人将大门给关上 将女主困在了这里 如果不是因为男主和前男友出手 这么多可怕的善事 谁有办法抵抗呢 至于另外四个人以为逃了出来 没想到到处都是善事 那名关头男子被咬伤了 而女主的闺蜜也被关在了门外 但男主和女主赶来的时候 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名腹黑的闺蜜 想要坑害女主 更夸张的是 最初指定的直升飞机竟然报废了 显然他们坐上直升飞机离开的计划也抛摊了 还好直升飞机内部有对讲机响起 女主的哥哥得知了 在城市沿者泰伍和以洞无音里 那边会有救援队来接她吗 不过她需要在这里等待救援妹妹 虽然同伴变成了善事 但也不能阻止她 至于背叛女主的闺蜜也因为车祸 被困在了车内 然后成全的善事围着她 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所以最初那名带着眼镜的男子 前也感染了 她的女性同伴甚至想要威胁女主 让男主他们带着两个人走 但你说可能吗 最后其实就女主和哥哥离开了 因为前男友和男主其实都被咬伤了 所以他们不能去 只能挡住这些可怕的善事 而男主觉得自己这一生杀了太多人 也该赎罪了 如果能让女主离开这里 或许他们能够找到一次善事病毒的办法 不然整个世界将再无人类了 好了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